- 歡迎收看五七全能事務所發財致富一起來 大家好 我是廖慶玄 趕快邀請下我們今天特別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房地產專家張旭來 旭來妳好 愛慶玄各位觀眾大家好 財經專家邱敏寬 敏寬妳好 慶玄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王瑞德 瑞德妳好 慶玄好 大家好 我先來問一下敏寬 是 現在的房租的情況到底什麼樣子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說房價非常的高 對 那房租的情況 這個禮拜有一個消息 真的把大家給嚇到了 發生什麼事呢 美國現在大家都知道 那個很出名的漢堡你都吃過 現在美國他們說我們的特價 15塊9毛9 一份特價慶玄 它是一個漢堡 加一個薯條加一杯可樂 然後大家換算 因為最近台幣它整個貶得比較多 一算下來 501塊台幣 吃一份套餐 就一個漢堡 一個漢堡一個薯條跟一杯可樂 在美國500多塊 對就500塊台幣以上了 那大家應該都很有感 就說奇怪了 現在如果價格沒漲 東西一定變小 如果東西一樣的話 價格都一定上漲 所以萬物皆漲的情況之下 現在就是通膨的一個年代 那我們來看 房租指數的一個年增率 現在可以說是一直高居不下 那為什麼一直高居不下呢 很簡單 我問各位 房價是不是上漲了 清雪上漲了對不對 那我再問各位 電價有沒有上漲 上漲 電價也上漲了 最近在戰爭 油價有沒有上漲 也上漲了 那黃金價格呢 黃金價格更可怕 現在每盎司2000美金 那我們來看 以全國來說的話 目前的整個所謂的架構來看的話 它還是持續的在增加當中 那可能很多人會說 奇怪了 為什麼東部的成長會比較高呢 清雪這是補漲 因為之前呢 當然以房租來說的話就是 越多的工作人員 他的房租就越高 那麼通常在宜花東地區呢 相對來說那個地方是旅遊 過去的房租比較低 可是全國都漲上來了 他也要補漲 但是我再跟各位說一次 現在包括了所謂的房東 包括了租客 是兩難的一個格局啊 對租房子的人來說 我出租一直去 這是要怎樣 但對房東來說 他也是說不出的苦啊 台灣的房東其實不好當 為什麼呢 台灣你去想喔 現在美國十年齊國債5% 你放在那邊沒有風險喔 台灣的房東呢 2%多3%不到 對 哎呦 這樣子講的話 到底要買房比較好 還是要租房比較好呢 先說一件事情喔 這個我們要有共同的默契 很多人會說 我到底要買房還是要租房呢 你要買房也好 你要租房也好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你口袋要有一筆錢 你如果口袋連一筆錢都沒有 你連談判的條件都沒有 這個問題不要想 因為我們人活得要快快樂樂 要堂堂正正 有時候很多問題 你沒有辦法解決啊 你去想那麼多幹嘛呢 但如果說我口袋有點錢了 這時候就可以來算一算了 例如說呢 你房子的總價是1000萬 那你的貸款是800萬 那現在很多人就說 那現在貸款利息呢 先跟各位說 三年前美國的公債1.5% 現在美國的公債是5.3% 那慶雪 台灣的利率有沒有漲 漲了 前幾年大家還在說 奇怪了 之前不是還有1.3的利率嗎 沒有 你那個是清朝的事情了 1.3走到1.6 1.6走到1.89 現在的利率呢 除非你有青年安心貸款利率 最低是全國1.75 不然全台灣現在的利率 最少都2.2起跳了 都是2.2起跳 那2.2起跳呢 我們就來算 你的貸款是800萬 那每個月的房貸呢 如果你的貸款是20年的話呢 你每個月的房貸是還 41233塊 那這時候你就想囉 我嘛要嘛就是把錢給房東嘛 要嘛就是把錢去買一間房子 這個房子呢 很辛苦 但是買啊買的買久 它是你的喔 你房東你繳租金給房東 你繳了10年 繳了20年 繳了30年 除非房東很佛心說 你給我做這麼久 我這間房子送你 我跟你說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 如果呢 買房跟租屋 我問各位喔 現在台北新北各個地方 最簡單的 我們就說一房三個房間 兩個小孩總是要住個地方吧 夫妻一間小房間也應該有吧 那整個房屋房租2萬4 如果呢你的整個現在呢 房租是高於2萬4以上的 我建議你買房 建議你買房 你說三房的嗎 對 就簡單的三房的 這個已經不好租了 三房2萬4應該很難 不好租 先說不好租 真的很不好租 那如果呢是低於2萬4的呢 哇 房東對你很薄心 我建議你就繼續租 那為什麼呢 繼續讓你的口袋錢變多 還是一句話喔 你口袋一定要有資本 你才有辦法談判 你口袋沒資本連談判都沒有辦法談 那很多人會說20年 現在政府不是說可以貸款30年嗎 當然也行 你要讓銀行賺更多的錢 這個也是可以 你如果是一樣貸款800萬 那現在呢貸款30年的話呢 一個月是還3376塊 那這時候呢很簡單 你的換算標準呢 大概是抓6成左右 所以呢你只要高過1萬8 我建議你買房 但是如果說低於1萬8 我建議你租 但現在先跟各位說喔 現在很多高級的套房 可能就1萬5 1萬6 加個車位可能就要這個價了 所以呢就看你能不能夠租到一個便宜的一個房子 你的幸福人生才能夠往前走 好來第一件事情的話呢 你口袋必須要有一筆錢 這筆錢的話呢是你的頭7塊 如果1000萬的房子的話 你最起碼要準備200萬 那你有200萬了以後的話呢 你要考慮一下你自己的所得呢 是不是能夠符合買房子的一個條件 如果你買房子的話呢是造成壓力的話 那你可能要好好的考慮一下 你是不是要租房子 那麼尤其是政府現在對於租房子的話呢 其實房客的話有很多的補貼的一個方式 包含政府推出了300億的一個優惠的一個補助的條例 就是300億的資金的話呢 讓有一些民眾的話呢他可以去申請 那他希望能夠有50萬戶 能夠注入到50萬戶的一些弱勢族群裡面 但是現在的話呢政府呢也希望呢 補足社會宅不足的地方 希望能夠推廣這個所謂的包租貸款 我看看光是這半年來的話 很多的房東就加入了包租貸款 對啊因為其實蔡總統他就希望嘛 他8年可以有20萬戶的這個設宅的公寄 可是20萬戶你要光自己蓋 哇那蓋到牛年馬月了 所以呢怎麼樣最快就是部分要來徵召這些空屋啊 希望大家都能夠來提供作為設宅喔 所以呢在這次包租貸款4.0呢 有幾個亮點喔 那當然過去呢一直以來都是從稅付當中 去提供誘因 例如說啦我們常看這樣 我們有房子的人都有繳過嘛 我們的房屋稅啊地價稅啊 如果你是出租的房子的話 你就必須拿來做這個 一般的住宅的這個費率 但是你如果參加這個包租貸款的話 你可以歸為自用住宅 他的稅率呢就會比較低 然後再來呢你的綜合所得稅 你如果是房租的收入呢 你是不是每一筆收入照到底是要繳稅啦 我們台灣其實很多老房東他們是不習慣繳稅 但是政府為了鼓勵你喔 現在你千萬不要怕你這繳稅為什麼 因為呢你只要這個每個月喔 在1.5萬1萬5之內呢其實都是免稅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你要額外繳稅 所以這個所得的話是1萬5每個月 1萬5每個月 那換句話說就是一年18萬 你如果房租呢一年只收了18萬 你完全不用擔心因為不用繳稅 因為很多的高薪主的話他會非常擔心 就是說我房屋的這個房租的所得的話 納入了綜合所得裡面呢 我會提高我納稅的額度 那另外的話呢最近大家很多人都收到了這個地價稅 我不知道你收到了嗎 地價稅到 很嚇人喔 你如果是一般的地價稅的話它是10% 你的自用的話我記得是2% 應該是千分之二 千分之二啦 那另外的話呢這個房屋稅的話呢又是一筆 房屋稅各縣市來訂啦 那一般來說呢可能是有些縣市1.2到3% 1.2到3% 所以這裡面的話呢稅額其實是非常高 但是經由這樣子一個減免的話呢 希望能夠讓很多的這個包住公的話呢 可以納管進去 對就提供誘因嘛 那因為呢協助你來做租賃喔 他也有三項的補助喔 首先第一個呢就是公證的費用喔 就是說你房東跟租客之間的這個租約 拿去做公證喔 3000塊政府來做補貼 然後呢你每年政府提供你1萬塊喔 1萬塊的金額呢 讓你來做一些房屋的修善 你知道有一些老公寓老房子啊 一下牆面要重漆啦水管要換啦 那這些呢政府提供1萬塊來幫你做修善 那你的賣相是不是就比較好一點 出租的狀況也會比較好喔 那再來呢每年喔大概有保險費的補助啦 例如說火險啦 這相關的住宅補助大概是3500左右的一個費用 所以這個就是在補助的部分喔 那另外呢因為包租貸管中間有一個角色啦 就是包租貸管的這些業者嘛 他中間是不是要收取費用 可是你如果是參加這次政府的這個方案喔 3年內不用幫你收這些任何的服務費或仲介費 那通常呢我們看到呃絕大部分都是收 如果市場上面要收這個行情大概是1成左右 所以呢等於這個部分也有3年的減年 欸你知道嗎我最近喔 欸我有一間小小的房子喔 最近才加入了包租貸管喔 所以我對這方面的話呢非常的熟悉 很有感喔 但是呢我要提供給政府一個意見喔 這個凶散費用啦 一年只有1萬塊根本不夠用 你知道嗎那個房客一進來的時候喔 他就已經跟你講說啊你這個水龍頭會滴水 要換一個水龍頭 你知道現在換東西多貴你知道嗎 換一個水龍頭的話呢就要5000塊錢 然後呢你知道嗎那個浴室的那個塑膠條 他說欸你洗澡的時候水會漏出來 你塑膠條要換掉 你知道換一個塑膠條要多少嗎 要3000塊錢 這樣又被弄掉多少啊 8000塊啊你知道嗎 結果呢然後他進來的時候他說 啊你冷氣要幫我洗一下 你知道兩台冷氣洗下來要多少錢 要5000塊錢 差不多對 加起來就超過了這個休餐費用 所以這休餐費用的話呢 1萬塊錢根本不夠用 好但是呢這裡面的話呢 有一個保險的費用 我覺得這很好 包租貸管業者的話呢 幫你保了這個險 對 這個險裡面的話呢 除了有火災險之外呢 還有什麼險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險 地震嗎 你猜不到 什麼險 疊價損失險 他連這個都有幫你保 什麼是疊價損失 就房屋貸款 因為你租了房子之後折價了 他幫你補上來 那為什麼會折價 凶宅 他就是擔心說 如果房客住在這裡面的話 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的房價如果疊價的話呢 這個保險可以幫你支付 可是這個額度的話呢也不高 然後記得可能是兩百萬左右 所以這地方呢其實呢 政府跟包租業者也都幫你想到了 另外這三年的一個服務費 也就是說你的房東實際上是誰 包租業者 你的房客是包租業者 包租業者用多少的錢呢 把這個房子租給外面的民眾呢 弱勢族群呢 他是用八折 對 市價八折的概念 好這個又出現了一個問題 我問一下敏寬 現在呢外面的市場行情呢 一間房子的話呢 租金是兩萬塊錢 你租給了包租貸管業者呢 是八折 一萬六 一萬六嘛 好 一萬六就變成了什麼 定價 OK 也就是說這三年來的話呢 你的房租的定價呢 就定在那邊了 是 未來的話呢 這個房租呢 漲跟跌的話呢 跟你包租業者是沒有關係的 是 但是問題是說 你的房價 或者是租金的話會不會下來 不會啊 就不會下來 所以包租貸管有一個 對房東來說有一個好處 這些很複雜的事情啊 修繕他可以先幫你去處理 而且呢 你要想想看 如果他沒有租滿一年12個月 中間有空置 其實對房東來說 你還是穩拿12個月 即使他是市價的八成 但是你還是穩拿 他等於是說 你少掉了那個空屋等待期 所以你這一邊的話呢 其實是補過來的 但是對於房客來講的話呢 其實呢 房客呢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說我可以去跟政府申請什麼 申請五千塊錢 是多少 有兩千到八千的這些租屋補助 各縣市不同 對你如果是有條件的話呢 希望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們 不要放棄這個機會 這個是政府給你的福利 那你如果是 有這樣子一個條件的話 趕快去跟政府申請 因為有兩千塊到八千塊 像我的租客我就知道說 他去跟政府申請了多少 申請了五千塊錢 也就是說他兩萬塊錢的話呢 已經打了市價的八折了 然後再扣掉五千塊錢 你看這個房子的話呢 他一萬五他其實就租到 實際上他一萬五就可以租得到 所以政府對於租客現在呢 有給予很多的優惠的方式的話呢 你們要善加利用 好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租金也訂在那邊的 那你也跟政府申請了錢 你說房價會不會下來 然後呢租金的話呢 會不會下來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以台北 尤其是台灣的這個 整個房價的情況來講 他的租金啊房價 一直都是往上成長的 其實大家常看到新聞講說 連續一百個月 兩百個月都沒有下降 而且是持續上調 繼續反映出來我們台灣的一個市場 但他其實某一種情況 他其實反映出來的是 包括我們的屋主 他的持有成本是不斷的上漲的 剛才提到了 公料雙漲啊 修這個修那個 很容易就破 就不夠用了 一萬塊不夠用 所以呢 他也是去讓很多租屋族會覺得說 哇真的是很辛苦 好其實呢政府的話呢 因為看到這個房價高漲的一個問題的話 還有衍生出了很多一個社會問題 房價高漲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有很多的弱勢族群的話呢 他們其實居住的一個環境的話呢 其實就充滿著一個危機了 對沒錯 那麼事實上呢 這是台灣社會一個悲哀 為什麼呢 越低層越底層 那麼他的這個租屋環境 不要說購屋了 租屋環境是不是越差 那這個案子發生在2021年的10月 是著名的高雄城中城的這個火警啊 那麼因為按照我們相關的這個規定呢 三四十年以前的大樓 是沒有強制你可以成立這個所謂的管委會 那這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例子啊 這是因為那麼住在大樓後邊的這個 有一個女生叫做黃格格 跟他的男朋友吵架 男朋友跑出去了以後呢 他一氣之下就把這個 那個煙灰缸裡面的煙灰什麼東西 就往沙發上一倒跑了 跑了以後呢 那麼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他男朋友曾經之前跟他吵架說 因為本事把我房子燒了 事實上他男朋友也是借住人家的房子 所以呢結果呢 他人跑了以後 這個地方過了15分鐘後開始起火了 起火了以後呢 那麼陳忠誠 他是一個老舊的相關的大樓啊 他沒有管委會 沒有人注意的情況下 火就起來了 結果要命的是這個大樓也因為這樣 所以他的安全門的鐵門拆掉 結果煙囪效應 結果火警呢 那麼往上煙囪效應就是 沿著你的管線間 沿著你的樓梯間 沿著你的電梯間 甚至有些電梯門都拆掉 結果往上衝了以後呢 1到6樓很多住戶逃出來 但是 那麼在7樓以上很多住戶呢 因為這樣濃煙 結果逃不出來的以後 最後造成了46個人死亡的一個悲劇慘劇 這是台灣 那麼在單一火警裡面的死亡人數 第二多的一起悲劇啊 也是因為這樣子可以凸顯了 那麼很多的弱勢群 尤其是老人家 那麼他租屋的時候 他安全的問題 所以後來馬上 這個地方後來當然成通城 沒有辦法再使用 所以拆掉變成一個公園 但是全高雄大概另外34棟的 這樣類似的大樓呢 全部體檢 全台灣各地也都進行一個 體檢的一個行動就對了 其實全台灣很多這樣子的房子 沒有錯 而且這種房子 他是早期做的那種集合住宅 非常多 很危險 他設計並不是那麼好 沒有錯 而且很危險 為什麼特別講到這個地方呢 因為在我過去跑的新聞裡面 各位大概想像不到 很多地方像文山區過去 是公家的 那個房子一進去以後 隔成一小間一小間一小間 那麼在香港跟北京都有所謂的 當房啦 鴿子房啦對不對 就是很小很小 那在我們台灣 比如說台北市鬧區好了 一個公寓 那麼他隔成 一個一間公寓隔成12戶 12戶裡面一戶 一戶平均不到兩坪啊 一個月5千塊租給誰 結果75歲以上的老人家 那麼這些老人家 他靠一些社會的補助嘛 政府的補助 比如說一個月7千塊 來繳這5千塊的房租 還有其他的三星人士 還有一些機構 那麼他因為這樣過得很苦 可是問題來了 因為他沒有錢 沒有錢他租不起好的房子 所以呢 那麼他也只好一個人或兩個人 就像我們看到的一個木板床這樣子 那頂多了不起 已經很難了 了不起在一個衣櫃 那他這樣就住在這個地方 我以前跑新聞的時候 文山區就有很多這種的房子 然後呢 那麼這樣的房子 為什麼這樣 我跟妳講坦白 剛剛這個慶學剛剛講啊 當你年輕的時候 你不買房 老的時候 你不要以為的時候 我就不買房 因為很多年輕人說 我就先享受嘛 我就買車子 我就買那個手機幹嘛 我就不買房子 就租房子 等到你年紀大的時候 尤其是單人的時候呢 你到了七八十歲 你很難租得到房子 因為房東怕花生意外 花生意外很可能造成他的房子 不好租或是不好住 不好賣出去 所以呢 那麼年紀越大 反而會面臨到這樣的一個 弱勢的一個問題啊 你知道 不是只有我們台灣房價在漲啊 有人說台灣房價在漲成這個樣子 我太太的同學呢 高中同學啊 在洛杉磯啊 這個定居在洛杉磯啊 他的房子本來大概是 你絕對想像不到 一個月是租大概是1000多美元 那麼一個月嘛 突然間他心裡想說 剛好房客退租了 所以在疫情期間退租了 他後來就想說 那麼那我把它翻修好了 翻修以後再租 結果呢 他本來打算租2000美元一個月 竟然你知道他最後租多少 租多少 他後來竟然有啪了 幾十組的人全部都到 幾十組全部都到以後 租3000美元 他3000美元一個月 他本來只想租1000出頭的 而且他3000美元一個月 而且還一堆人來 現在因為這樣 洛杉磯有一萬五千人 是以車為家 因為他租不起房子 所以他就弄一個露營車 弄一個房子 這樣子 現在這樣的一個方式呢 在洛杉磯也好 在深圳也好 甚至於台灣有少數人 你買不起房子 年輕人想的很天真 我就買個二手的露營車 我就這樣子 至少可以吃喝玩樂 然後吃喝拉撒 全部都在這個裡面 但是沒有你想像中那麼舒適 一開始的一兩個月 你還覺得很輕鬆 但到後來你會被到處趕 你會被到處趕 生活的不便等等 會開始出來 但是這就是你 租不起房子的飛隔 好 如果有房子可以住的話 我相信這些人 不會選擇住在車子上面 不是只有美國是這樣子 台灣我相信也有一些民眾的話 現在也落入這種一個窘況裡面 包含的有一些 我知道有一些計程車司機 以車為家 他們白天的時候 開著車子去賺錢 但是晚上的時候 他們選擇在天橋底下 睡在自己的車子上面 過著日復一日的日子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房價高漲以及租金高漲的情況之下 出現了一些社會問題